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 麻将白菜 首先我们准备大白菜一颗 切出尾部之后再逐步把叶子掰下来 然后选择白菜中间发黄的嫩叶子 放入盆中清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备用 由于麻将白菜是无需加热的凉拌菜 所以必须要把每一片白菜都要仔细清洗干净 白菜沥干水分之后再把边上的纯叶子撕下来 多余的白菜感可以用来做跳水泡菜 下一步开始准备麻酱汁 碗中加入两勺花生酱 再加入适量的凉开水把花生酱卸开 这个过程中需要少量多次的添加凉开水 然后加入白糖两勺拌匀溶解 中途再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和甜面酱调味 加入适量的芝麻香油增香 中途加入少量的芥末 不喜欢的同学也可以不加 搅拌至没有明显颗粒的时候再加入两勺蜂蜜拌匀即可 下一步开始白菜摆盘 首先我们把白菜的嫩叶子码放一层 依次交替淋上麻酱即可 一道非常开胃爽口的麻酱白菜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 白菜只选择靠里面的黄金 而且只要撕下来的叶子不要白菜帮 第二 花生酱必须用凉开水或者纯净水 多次添加稀释花生酱至流动拉丝 第三 白糖加一半蜂蜜加一半 这样的目的是增加甜味不同的风味 其中芥末酱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添加 麻酱白菜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美食作家王刚 这里总有一款属于你的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